喂 尹思辰 你快点去救顾兮兮吧 兮兮可能出事了 我车抛忙了 所以说 你昨天把我约到那里 还特意照了照片 就是为了想要找我勒索两百万 不然呢 你不会真的自作多情地以为 我还对你余情为了吗 是你自作多情 你不答应 顾兮兮你是想让我把照片发出去吗 随便你 想发继续发 我先走了 到底发了什么 你 完全我 录音了 没有 顾兮兮你把录音笔给我 顾兮兮 最后一次机会 录音笔给不给 你 你 事实动我女人的代价 怎么样 没事吧 你 吓死我了 幸好思辰就在附近 来 走 快 好好看 好 但那个剧情就是 嗯 好 你 你 你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啊 就是 碰巧而已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还敢去见他 嗯 他手上有对你不利的照片 他要发出去怎么办 你说你是勇敢 还是傻 对不起啊 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动手 人心还是很险恶的 不过你还不算太笨 还知道录音留下证据 让林小雅过去接你 要不是他半路上车突然坏了 这个计划还不错 我还是太笨了 不笨的话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啊 感情上确实不怎么聪明 你应该庆幸及时和他分手 嗯 以后 不要随意付出自己的感情 我也不想啊 但是感情这种东西 你没法控制啊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越喜欢 越容易失去 不喜欢 就不会尝试到失去的痛苦 你没有谈过恋爱吧 谁说没有 那你来说一说 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啊 恋爱 恋爱就是当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大脑某些区域会变得异常活跃 肾上线索大量的分泌 你会心跳加速 手心出汗 脸上 你的脸上 怎么样 有没有脸红心跳的感觉 没有 没有 不对啊 按照理论来说 人呢 只要和异性靠近 因为人在和异性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 这是一种 本能和恋爱无关 还有啊 你说什么不喜欢就不失去这套理论 根本就不成立 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呢 还是要多请教请教我 好 不过有件事特别特别奇怪 这个事呢就是 有一个冤大头老板 买下了我妈妈的店铺 冤大头老板 很冤吗 超级冤 该不会是你吧 你懂什么 我只是觉得那条街位置不错 现在地铁商铺都在接 未来造成一条商业街 应该也不错 怎么 你妈妈店也在那吗 原来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是当然是我这个呀 谢谢你了 尹老板 就这些 嗯 我要回到 请 你不得用行动表示表示吗 喂我 嗯 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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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在梦里陪着 我自己聊 我觉得也是 晚上 要不要我念书给你 我还有些事情没忙完 忙完我就回去 那我不打扰了 对了 对 房租退回来的钱 我就擅自做主 给奶奶买了一套VR设备 你负责陪他玩吗 我陪他玩 放心吧 一定让他玩得开心 好 谢谢了 一会儿去 你 你 我请问天际 我请问天际 当爱如期来有话孤寂 晴天迷去赋予你权利 在莫测的风里 你竟然在脱 approaches 也许有话孤禧 说 你必须보다 您能站在只 有一ột 你 对 你 我 active